像乳酸菌飲料 现在也样式很多 乳酸菌飲料是有帮助吗 这些我不需要强调 这些商品上标榜的 这些含什么含什么 都只是商业所附加 它的广告的效果 它如果不写这个 你可能就不会去吃它 就会觉得说它还是有营养 对 就是今天一堆零食里面 因为你有罪恶感 所以你就会挑一个 上面有写什么含钙 或者是含维他命C比较高的 但实际上还是没有办法 掩盖它是零食的本质 所以实际上 家长不要特别去为这些 或替这些上面所标榜的东西 去帮它铺粉 或者是觉得说酱比较好 你就还是把它当作零食 那如果是那种 差差多的那一种 它那道理是 是属一种好的饮料还是说 可是我觉得它的问题 应该是 所以像我如果是 给小朋友喝优酪乳的话 假设我都会选 你会有无糖的 对,没有,我就选原味的 其实原味的它都有的 有加糖 很够甜的 那我们家小孩 因为他们喜欢喝牛奶 就是 所以他们只要喝那个 就是很重口味的 他们反而不习惯 以前你知道有一次 国外的朋友带了一种 很奇怪的就是好玩的那种 它是一根吸管里面 有各种口味 然后你用那个吸牛奶 它就会变苹果牛奶 巧克力牛奶 你知道我女儿喝一口就跟我说 妈 好恶心的味道 因为都是化学的 那都是色素 那表示说安逸的小孩 吃的东西都是原味的 它已经习惯了 它习惯吃食物 它没有习惯吃加工食品 对,所以他们就不是很喜欢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 像我自己喝优落乳 我也会选原味的 就是尽量 我们这个年纪限代谢越来越慢 会越来越胖 其实你如果再吃那些 你会胖得更异胖 是,没错 所以我也很害怕 那其实研究也告诉我们说 零到三岁对于孩子的大脑发展 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 那营养素怎么样去平均分配会 对小孩子的智力其实是好的呢 其实营养最重就是均衡 没错 很怕就是有些家长 听到一个什么营养素好 钙质好 就 钙片、钙粉、牛奶、狂冠 其他通通都没有 其实营养是一个 是一个互相会互动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今天加了第一个 会带动第二个的吸收 跟第三个的吸收 跟第四个吸收 所以我想今天家长的第一个观念就是 你不要被 你一定还是要让孩子 有均衡的摄取 这才是第一个最重要要学的功课 好 有些标榜说什么样的食物里面 可以帮助什么大脑的活化 什么更聪明什么那些 其实我是觉得 还是从天然的食物来摄取 而不是说为了某一个功能 而去吃所谓的保健食品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 小朋友的剂量你很难拿捏 一般我们瓶装上面的一些保健食品 它建议的都是成人的剂量 所以你把成人的剂量给小朋友吃 其实也许它功能根本没达到 反而过量 所以反而不好 所以我是觉得 基本上如果你要补充任何东西 都以天然的食物为原则 是 OK 好 那我们再来看到垃圾食物吃太多的话 对小孩子的危害还有哪一些呢 来看到 会使小孩子的营养失调长不高 所以最常见就是失调嘛 那失调显示的这个状态有很多啦 可能太胖 可能太矮 对 也有可能是又胖又高 所以营养失调其实是满严重 可是我们怎么样去确认说 我们小孩有没有营养失调啊 这个部分 这个营养失调的 有的时候家长很难去 去从它的外观看出来 但是那个孩子他可能长得也是 就是跟一般小孩也许没什么两样 可是你会发现他在某一些学习力上 像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些内容 他就会 他在学习的能力 或是在专注力上会受到影响 这个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察觉的 那长不高的这件事情也是一样 他可能一开始你看不出来 就像刚刚这个我们举的例子 他十二岁 十三岁 一百样子公分 好像还OK 可是你知道现在很多的女孩子 男孩子目前还不太确定 但很多女孩子过胖之后 她的那个生理 就是她的第二性侵 她的这个青春情会提早来 对 提早熟了 结果你把你的身高 在前面这几年就长完了 就等到别人再拉高的时候 你就停了 对 那最后你的最终身高 你还是输给人家 是 所以小时候赢 最后还是输 这样其实是得不偿失 是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讨论到说 这些所谓垃圾食物里面的营养成分 还是真的不高 对不对 对 其实真的 就算它原本本质是OK 它在加工 添加这些调味料 其实都几乎都破坏掉 对 所以其实摄取到的 其实它是 其实小朋友摄取垃圾食物 其实是某一种的 因为相对它正常的营养素 它就吃得少 所以那些我们所身体需要的 对 身体需要的反而就不足 但是它垃圾就是不好的部分 它反而是过量 所以是某种的营养失调 对 或者是说洋芋片 我们家洋芋片是马铃薯做成的嘛 对 那它就马铃薯是好的食物 是好的 但是它一样加工的过程 比如说高温油炸 对 回锅油 或是钠含量太高 对 你用的钠 所以其实相对它的 有价值的部分就被压抵了 我举个例子 有一次 就是像我儿子以前踢足球 它大概是四点半踢到六点钟 你知道吗 每次家长都很怕小孩饿 所以四点半踢足球之前 他们就会说 因为到了四点半了嘛 肚子饿才怕小孩没有力气 所以就会给一轮饼干 你知道吗 就是大家每个人都会分到 可是我儿子胃很小 他一轮饼干吃下去 他六点 他已经饱了 他四点半到六点了 他六点那个晚餐 本来他踢完球应该会吃很多的 就是正餐会吃得很好 可是那个一轮饼干下去之后 他六点钟的晚餐 他就只有一半 所以后来 大家都知道我的小孩 所以四点半 大家大概分饼干的时候 你就看到我儿子站在旁边说 我妈说我不能吃 对 他必须要放在口袋里 等到晚餐吃晚餐能吃 OK 对 可是我觉得这样差很多 因为你知道踢完球之后 它的那一餐可以吃得非常地好 所以几乎可以吃平常 大概多一半的量 所以我常常觉得 妈妈太低估那个 什么就是差差多 一瓶下去 你知道小孩可以 剪掉一半的分量 对 晚饭少吃一半 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很 所以安逸姐讲到一个很好笑 很有趣的现象 你会发现那些吃零食的小孩 有一些 没有 因为他不吃正餐 对 正餐的营养都没有吸收 对 那他可能不是吃像炸鸡 或者是这种热量那么高的 他可能就吃这些糖果 芽芽 糖果 草果 这种东西 结果他正餐都不吃 那这些孩子除了 他瘦瘦小小之外 还有 对 因为这些孩子 它的纤维质摄取量 其实便秘的年龄层 真的有越来越低 对 是 OK 所以可能他的蔬果含量 摄取都不够 都不够 有些人真的很夸张 他的生活里面是没有水果的 你实际问 比如说那些要来减重 或者是有些慢性疾病的人 你可能问完三餐之后 你会问他说 那你水果吃些什么 他说 我从来没有在吃水果 我有吃水果软糖 可是这一点我也很烦恼 因为我 真的啊 对 我女儿不大爱吃水果 但蔬菜吃得蛮好的 他就是各种青菜都吃 唯独就是不喜欢吃水果 就是任何只要是甜的 他都不大爱吃 所以像我们一般喜欢那种什么 小朋友喜欢吃的苹果、葡萄 他都不吃耶 一个都不吃 这怎么办啊 那怎么办 有什么好方法 这种其实就是 你可能要把它修饰一下 把水果入菜 对 或者是你水果可能加一些 比如说像刚才你刚提到 他喜欢吃番茄 对 他只喜欢吃番茄 很怪吧 就是不甜 对 你就可能搭配做成料理或什么 来做一个变化、修饰 来增加它的食用 或者是如果真的不行 就用新鲜的水果打成果汁 让它用喝的 用绿的 不过绿的 打过不是说会养分会流失 可是总比它什么都不吃来得好 它如果水果真的吃得很少 它某部分的营养会几少 对 微量元素一定会 像常常会遇到家长会说 它不吃 跟安怡正好相反 是它不吃蔬菜 但是它吃水果 它说那我可不可以多吃一点水果 少吃蔬菜 其实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 真的啊 我一直想说它吃蔬菜就行了 所以我没有要求它吃水果 其实营养成分是不太一样 营养成分还是不太一样 好 那如果说 刚刚讲到说薯条好了啦 就是外面买的薯 它可能高油啦 又太咸啦 如果我们家里面 自己要做薯条的话 怎么做会健康一点啊 我们家是就是我吃过嘛 就是马铃薯直接切成细切 然后就直接油渣 可是很麻烦啦 就是老师家 现在有一种那种很流行 那种气炸锅 对 它什么油都不用发 那到底是什么 那个Snow 就是它其实真的油比较健康吗 有 真的有 因为它完全就是 你不用用油 它不是用油的原因 它是就是你单纯的食物放进去 你可能稍微调一下 微微醃一下 你直接放进去 它是用电 那它是用什么来产生油啊 它食物本身 其实我们自己食物本身就有油 所以其实它是靠自己食物本身 就是烹煮完 所散发出来的油 来做一个调味 所以其实这个 其实真的满健康 就是说这种烹调方式 也算是 比较健康的烹调方式就对了 其实最健康的还是 就是蒸啦 卤啊 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啊 那像海苔呢 海苔算不算健康的零食 海苔啊 海苔其实含纳量非常高 太咸了对不对 就是太咸的问题 对 其实含纳量非常高 所以其实还是建议就是 当然因为海苔相对 它比较不像一般的洋芋片什么 会影响到说好吃完很饱啊 但是相对的 它可能短时间之内会吃很多 因为它可能有时候吃完 你会觉得好像没有吃到什么东西 对 然后又去喝一些饮料 是 OK 好 所以我们想说 饮食还是要均衡 如果小孩子有挑食的习惯的话 其实这个非常常见 如果小孩挑食的话 黄医师 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它就是